興奮亡命的一刻就來到 因為來到這部是美斯未見街 即是你想淘寶都未見到的新型號 就是R-18 之前美斯的X7大家熟悉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X7好嗎? 好 但最近開始問我那些 我就會回答他 你再等一會 因為他將來有一部新機 R-18就是300B 推211、845、805系列 三部機 不是一部機可以推光三隻膽 但它的Driver那隻膽都是300B 我應該是全香港境內第一部R-18 現在開來看看 我這部是300B推805的版本 其實好像約莫幾個月前 半年前 已經流出消息了 但是 老闆叫我 不要說那麼多 出去住 還未試好 我都不知道怎麼拿出來 我們來近一點 過來近一點 好收卡 國內製式的電線 都挺粗的 但我用不到 很可惜 真人漂亮的相機 我之前看照片 那個質感 都沒有那麼漂亮 但今天看到這部實體機 就覺得 喂 再靚仔了 超過的機殼 我捧出來 再剝開給大家看 叫人幫忙 經過兩個大漢 用了一些辦法 和九牛耳虎之力 才抬出來 那種聚首的感覺 是 我玩這麼久 HIFI 和最重的一部機 它比V8i重重 是一部後級 比CREO150 MELODY 211 銀色那部 另外A字頭的LINE 211 都很重 刀眼夠它重 是牛耳後面是超級重 我現在就 拆開這些位置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膽罩是可以拆的 這個膽罩有多新穎 這個造法 前面 就是一對12AX7 接著一對6SN7 中間有一支整流的 是5U4G 接著有一對300B 再去一對805 這些805是真的805 即是有模型的805 它直接的線是連在裡面 即是由裡面勾回線出來 讓你插個805 不要讓這條線那麼近 那玻璃 如果穿的時候很熱 如果穿的時候 你自己調偏壓 你自己調偏壓 還有調整HUMMER 接著它一樣 都是和X7 都是這麼多功能 因為它可以做純厚 即是pre-in 有封腦 第一個就是封腦 然後這個就是Ground 至於聲音怎樣呢 就過幾天 煲兩煲再告訴大家 等我吃兩個月餅 去補充一下卡路里 我先去補充一下 好重